即美貌與才華餘生的美女特工 她的雙手沾滿了115名無辜者的先行 這個轟動國際的朝鮮間諜 竟然得到了總統特赦 最終安度餘生 她的故事比電影還要精彩 大家好,今天是七彎觀察室,我是唐豐 在1987年曾經發生了這樣一期空難 一架韓國大韓航空的飛機 在飛上曼谷的途中突然離奇消失 在深入調查之後發現 這竟然是一個關乎兩個國家之間的陰謀 而實施這一切的美女間諜最終人為棄子 與關她的身世之謎 也一度成為了大家最想知道的秘密 那麼當年飛機上究竟遭遇了什麼 美女間諜身上又藏著怎樣的驚天秘密呢 下面我們就穿越回1987年 帶大家重新梳理一下地區空難的細節 今天我們要說的這些空難 雖然不是發生在韓國境內 但是和韓國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1988年 韓國成功贏得了舉辦第24屆 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資格 我們都知道 舉辦奧運會不僅僅是對其國家綜合系列的肯定 更是對該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 都有著很大的推動作用 雖然現在有不少的國家都不太喜歡舉辦奧運會 但是在那個時期還不一樣 大家都還是爭著搶著要舉辦奧運會 韓國第24屆夏季奧運會將於1988年9月17日至10月2日 在韓國首都漢城舉行 屆時會來自世界各個國家的選手和遊客來到韓國 到時候一定是熱鬧飛場 韓國也是全力地在為這場盛演做著準備 然而就在全韓國都為迎接奧運會而忙碌之時 一個天大的陰謀正在靠近 韓國的大韓航空是他們最大的航空公司 同時也是亞洲最大規模的航空公司之一 成立於1969年 其飛行路線遍布全球 業務也非常繁瑪 1987年11月29日 大韓航空的858號班級 自伊拉克首都 它的目的地是漢城 也就是今天的首爾 不過途中需要進行兩個地方 一個是阿聯酋的首府阿布扎比 一個是泰國的曼谷 飛機很順利地到達了阿布扎比之後 有15個人下了飛機 經過短暫休止之後 飛機繼續飛往了下一站泰國曼谷 此時飛機上搭載了104名乘客 和11名機組成員 除了一名西方乘客之外 其餘的114人都是韓國人 而且絕大多數都是在外勿工的普通人 可是這115人 卻永遠也無法到達他們的目的地了 飛機在下午2點多的時候 剛好飛到了安達曼海上空 之後就永遠消失了 在飛機消失之前 已經進入了緬甸航空管制區域 機長還曾經和緬甸空管通過話 表示飛機的飛行高度在37000英尺 一切正常 可以準時的到達泰國曼谷 可奇怪的是 在通話後不久 飛機在飛到仰光以南 約220公里的海面時 飛機的信號突然從雷達上消失了 泰國曼谷的郎曼機場 一直沒有等來858號版機 就第一時間將消息反饋到了韓國方面 韓國一開始也沒有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 他們認為飛機應該是出了什麼故障 所以迫降到了緬甸附近 由於飛機的信號是在緬甸領域銷售的 泰國曼谷就聯合緬甸開始其中搜尋變形 其實韓國做出飛機出現故障的猜測 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因為失蹤的858號版機 機型是美國波音707型噴氣式科機 已經在韓國服役16年的時間了 機零比較長 之前就出現過多次故障 最近的一次就是飛機失聯兩個月前 858號版機在漢城京浦機場著陸時 因機輪未能機制彈出 從而導致飛機只能叫燃油耗盡 然後用機身出擊的方式降落 這架飛機帶來了相當大的損傷 不過事後被成功修復了 如果這次飛機又是出現了故障 從而迫降或者墜毀 那麼搜尋起來並不容易 根據飛機的航線來計算 緬甸附近的森林 海上 周邊的海島 都有可能是飛機墜毀的地點 這個範圍可就太大了 隨後搜救人員派遣了直升機 對緬甸沿海附近的森林 海域和海島進行了搜查 但是並沒有發現 此時就有人懷疑 飛機可能並沒有出現故障 試想一下 如果飛機出現了故障 機組人員是有充足的時間 和泰國或者緬甸方面聯繫的 並且發出求救信號的 但實際情況卻是 飛機突然失聯 整個過程沒有任何訊號發出 隨後韓國方面向媒體透露 不排除飛機遭了歹徒劫持 畢竟這個也是有性力的 在1969年 大韓航空的一架飛機 就曾經被朝鮮特工劫持 並降落在了朝鮮 事隔多年之後 朝鮮方面才同意歸還飛機 以及部分乘客 不過有關捷機 畢竟只是韓國方面的猜測而已 目前還沒有證據 韓國也只能繼續聯合緬甸和泰國 在有可能墜回的海域進行搜索 然而在搜索飛機期間 卻意外牵扯出了 另一件驚天秘密 在飛機失聯之後 有關858號班機 到底遭遇了什麼 眾說紛云 在調查過程中 國際刑警組織了解到 飛機在失聯之前 曾經在阿卜渣比 短暫停留過 而且在這裡 有15名乘客下了飛機 那麼會不會是這15個人當中 有人給飛機做了什麼手腳 然後趁飛機出事之前 就趕緊下飛機逃離呢 當時北韓和南韓的關係比較緊張 這其中會不會隱藏著朝鮮方面的間諜呢 就在這時 巴林警方提供了一條重要消息 原來858號班機 在阿卜渣比停留期間 有一對非常可疑的婦女下了飛機 父親69歲 名叫風谷真一 女兒27歲 名叫風谷真優美 他們使用的是日本的護照 說他們可疑 主要有兩點 首先是他們的飛行路線 從計票上面可以看到 這一對日本婦女 是要從巴格達飛到阿卜渣比的 結果在阿卜渣比下飛機後 又立馬飛到了巴林 這明顯是繞路而行 而且他們在巴林機場 又購買了前往羅馬的機票 這對於觀光旅遊來說 時間上太匆忙了 其次是他們的身份 巴林機場的警方出於謹慎 就暫時沒收了這對婦女的護照 然後向日本駐巴林大使館 核實了一下 這一核實 他們果然有問題 原來他們的護照是偽造的 風谷真一和風谷真優美 卻有其人 但是這對婦女 一直在日本國內並沒有出國 那麼這下問題就大了 所以我韓國方面 就立馬派人趕到了巴林 並且在酒店裡面 找到了這對日本婦女 因為沒有衝突的證據 又是異國辦案 這次接觸 並沒有得到什麼有用的線索 只是了解到了一些基本信息 韓國警方在離開之前表示 第二天還會來 如此明顯的懷疑 這對日本婦女 哪裡還敢待在巴林 第二天一早就退了酒店 打車來到了巴林機場 準備跑路 可日本大使館的工作人員 早就在機場恭候多時了 並說風谷真優美的機票 是偽造的 需要接受審查 這對日本婦女 就被機場的警方給帶走了 在他們的隨身行李內 並沒有發現什麼異常 在審查過程當中 婦女兩個人不約而同地說要抽煙 隨後他們就從身上掏出了隨身行李的 萬寶路牌香煙 這個常規舉動 並沒有引起調查人員的注意 可就在他們將煙放在嘴裡的時候 意外發生了 風谷真優咬了一下煙嘴之後 當場就倒地身亡了 而風谷真優美則慢了一排 警方意識到不妙 立馬就從她嘴裡面摳出了香煙 但還是晚了 風谷真優美也倒地不起了 很顯然 他們是浮屠自我了斷了 而藥效如此之快 這必然是特工們常用的毒藥 情化物 警方第一時間就將這對婦女送去搶救 年老的風谷真一搶救無效死亡 年輕的風谷真優美 可能是咬破煙嘴的時候慢了一排 而且警方也迅速從她嘴裡面摳出了香煙 所以她被救活了 當時的韓國警方只是對這對日本婦女有所懷疑 畢竟還沒有任何證據證明 他們和八五八號班機的失聯有任何關係 但是他們吞噬情化物的行為 無疑就是此地無垠三百兩 如果不是心裡有鬼 怎麼要犧牲自己呢 風谷真優美在醒了之後 還不斷地嘗試通過咬舌或者憋氣來刺激 但是都有證供 不管是巴林的警方還是韓國警方都認為 一定要讓風谷真優美活下去 因為直覺告訴他們 這個女人身上定然有一個驚天的大陰謀 警方24小時監視並保護著身體虛弱的風谷真優美 幾天後 當風谷真優美的身體恢復 很快就被她到審訊室進行審查 剛開始她一直保持沉默 最終她還是交代了自己的身份 風谷真優美用流利的中文回答 我實際上是個中國人 1964年1月27日出生 名叫白蕙翠 出生地是中國黑龍江省武昌市 我沒有兄弟姐妹 就是個孤兒 父母早年去世 我一直跟著外婆生活 後來流落到了澳門 在澳門認識了叫風谷真優的日本老人 這個老人對我很好 還說我為羊女 最後我就跟著她到日本生活了 並改名為風谷真優美 由於在日本沒有驅逐症 所以不敢到處跑 每年只能跟著養父出面旅遊幾趟 這次就是養父帶我出來旅遊的 大韓航空的八五八號版吉時連 跟我們沒有任何關係 話到傷心處身淚俱下 但警方可沒有中他的美人機 因為在這些說詞中有太多的漏洞了 80警方找了一位熟悉中國的英國女人 卡米拉來幫忙核實一下 卡米拉說了一口流利的粵語 在她的幫助下 發現風谷真優美的說詞中有太多漏洞了 首先中國那個時候根本就沒有五常市 只有五常縣 撤縣設施那是1993年的事情了 而且當詢問到家鄉特產 以及所居住的環境時 她都回答不上來 還有一點 風谷真優美會說流利的粵語 卻不會說家鄉的東北話 她說自己忘了 嗯? 如果用我媽的話來說就是 吃飯就怎麼不忘 睡覺就能不忘 就忘了寫作業是吧 這是一個道理 你說連我媽都能識別的謊言 80警方當然也能識別 可不管80警方怎麼省聞 始終就問不出來結果 所以就乾脆將風谷真優美交給了韓國 1987年12月15日 押送風谷真優美的飛機 抵達了韓國金浦機場 為了謹慎考慮 韓國方面特意派了一架專機來押運 下飛機的時候 可以看到風谷真優美 被安保人員從臉側夾起了手臂 為的就是防止其自禁 嘴也被交代死死的封珠 一時間 整個韓國有關神秘的朝鮮美女間諜 誕生了各大媒體的偷板偷跳 看過風谷真優美美照的人 都不能理解 為什麼如此漂亮的女孩會幹間諜呢 隨後風谷真優美 被帶到了漢城郊外 南山地下審訊室 進行了長時間的審訊 風谷真優美 依舊是老一套的說詞 說自己叫白蕙翠 是中國五常識人等等 並說自己根本就不懂韓語 怎麼可能是朝鮮經典呢 而當審訊人員用韓語進行交流時 看風谷真優美的表現 也確實是聽不懂的樣子 不過韓國警方明白 這位年輕漂亮的女間諜 心理素質非常強 不然也不會在事情敗露之後 毫不猶豫地要做出自禁行為了 所以她不懂韓語 很可能是她裝出來的 韓國警方為了驗證她們的判斷 做出了一系列神志操作 首先 當風谷真優美的手放在桌子上時 韓國的守衛 故意用韓語對旁邊的說道 你看她那雙手張開的樣子 簡直就是一雙酒精訓練的間諜的手 風谷真優美聽到之後 下意識地把手給縮了回來 她的這個動作 當然被調查人員觀察到了 其次 韓國警方故意在風谷真優美面前 用韓語講各種笑話 風谷真優美表面上看上去沒啥反應 畢竟她是經過專業訓練的 無論多好笑她都不會笑 除非忍不住 所以她每次都要上廁所為借口 然後打開水龍頭 再放聲大笑 想借放水的聲音來掩開她的笑聲 還說你不會韓語 最後 韓國警方假裝無意識地詢問她 你家是用什麼牌子的電視機看電視的 金達來 風谷真優美不假思索的脫口而出 要知道 金達來這個牌子的電視機 當時只在朝鮮國內生產 雖然韓國方面已經戳穿了風谷真優美的謊言 但是無奈 她就是不承認 韓國也沒有什麼辦法 如果是言行逼供的話 一定會遭到國際上的譴責 而且風谷真優美 是一個因言不合就會自殺的人 想必也不會怕什麼酷刑 韓國方面想來想去 最終來了一波反向操作 這波反向操作 意外擊敗了風谷真優美的心理防歇 她們不僅不對風谷真優美設施酷刑 反而是給了她非常大的自由 可以隨意地看電視和報紙 可以隨意地參觀漢城的各個場所 但是旁邊會安保人員跟著 當風谷真優美走進了繁華的漢城 在繁華的街道上 她看到了琳琅滿目的商品 穿流不息的汽車 繁華林立的大樓 以及晚上熱鬧非凡的夜景 另外韓國民眾穿的衣服 也是五顏六色 非常失殺 這個景象完全顛覆了 她對這個世界的認知 要知道過去的幾十年 她所接受的教育 都是什麼韓國被外國資本家給控制了 人們都處於水深火熱當中 甚至連那飽飯都吃不上 街道上到處都是乞丐 可眼前的現實不得不讓她承認 原來過去十多年的教育 才是一場巨大的騙局 此刻她才看到了真正的韓國是什麼樣子的 在連續八天的觀光和租坊當中 封古正永美堅守的信念果然動搖了 1987年12月23日晚上 封古正永美承認了她的所有罪行 並在深夜向韓國調查員交代了一切 封古正永美的真實姓名叫金賢基 代號金玉花 而她搭檔封古正一的這名叫李時宇 代號金順一 他們確實是朝鮮間諜 這次大韓航空八五八號版级的失聯 是她和搭檔一手造成的 具體的做法是在飛機上放棄了電子炸彈 然後炸毀了飛機 朝鮮制定這項計劃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通過炸毀南韓的飛機 下退那些前往南韓參加奧運會的國家 從而阻止南韓奧運會的舉行 這樣就會給北韓的大統一世界製造機會 至於詳細的炸飛機過程我就不說了 萬一有小朋友魔法我豈不成了重犯 大致就是 他們事先將炸彈放置在收音機裡面 再設置一個起爆時間 偷偷放到飛機的一個隱蔽角落 然後他們自己再事先下飛機 等時間一到自然就炸了 到此為止 八五八號版级的遭遇已經是水落石出了 飛機已經被炸毀 並且墜入了茫茫的大海之中 後來韓國泰國緬甸的搜查人員 也確實找到了很多八五八號版级的殘骸碎片 1988年1月15日上午9點 韓國舉行了公開的新聞發布會 並公布了大海航空八五八號版级的失事調查結果 飛機是被安置了炸彈給炸毀的 失事地點在安達曼海 機上115人全部遇難 豐古鄭又美也被警方帶進了新聞發布會現場 說就是這個人 是八五八號版级空難的主犯之一 他是一名朝鮮特工 真名叫金賢基 金賢基低著頭以眼面痛苦 承認了自己就是兇手 發言結束後 金賢基起身向記者以及遇難者家屬低頭謝嘴 這個言論一出 在場的所有記者和受害者家屬 無不表現出了一臉的驚訝 原來飛機並不是意外爆炸 而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陰謀 韓國公布的調查結果在國際上引起了一片嘩然 一下子把朝鮮推上了封口浪尖 朝鮮方面面對這些說辭則是完全否認 什麼策劃炸毀飛機 什麼命令間諜 一律不承認 不僅如此還倒打一耙 說這一切都是韓國自倒自演的苦肉計 目的就是要在朝鮮頭上扣屎盆子 又或者說還有其他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 實際上朝鮮的這個說法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 因為在飛機逝世之後 韓國方面的操作確實有點迷 比如韓國尋找飛機和黑匣子的消息態度 我們都了解 飛機上的黑匣子即使是落到了海裡 還是可以在30天內持續發送定位信號的 這是尋找黑匣子的黃金時期 可是韓國方面的搜索工作 只持續了半個多月就宣布停止搜索了 其理由是 飛機已經被炸成了碎片 而且碎片範圍很廣 飛機最後的海域深度有深 有些地方甚至達到了3000多米 搜索難度太大 所以就放棄搜索了 可事後證明 很多飛機殘海的沉沒地點 水深只有50米左右 還有知情人士透露 說韓國有專門的探測黑匣子的儀器 但韓國並沒有用 而對於別的國家找到858號班機的殘骸 韓國方面似乎也並不這麼關心 好像是對飛機失事的真相 並不感興趣似的 除了消極的態度之外 還有一個十分巧合的事情 讓人不得不懷疑 就在金銜機被帶回韓國的第二天 也就是1987年12月16日 韓國將舉行第13屆大韓民國總統選舉 這兩件事情的時間距離如此接近 不得不讓人們懷疑 空難和韓國大選有著某種密切的關係 試想一下 如果是朝鮮主導了這次空難 這難免會激起韓國人民對抗朝鮮的情緒 在這種情緒之下 選舉對象肯定會更加傾向於 強勢的軍政府統治的代表人物 也就是盧泰宇 盧泰宇上位可以對保護韓國安全更加有利 而實際上也確實是盧泰宇成功當選了韓國第13任總統 在如此敏感的時期 就剛好發生了空難事件 然後查出的策劃者是朝鮮當局 當召回凶手回國後 第二天又剛好是韓國實行總統大選 最終盧泰宇還成功當選了 你說巧不巧 所以有些人就持有懷疑態度 難不成朝鮮真的是冤枉的 不過這也只是少部分人有這樣的想法 大多數人還是堅信 金賢基就是朝鮮的間諜 858號班級的失事是朝鮮幹的 畢竟有一個活生生的鎮人在此 而針對金賢基的審判卻不推遲了 因為韓國馬上就要舉行奧運會了 1988年 漢城奧運會雖然經歷了一番波折 雖然有少數國家拒絕參與了這次奧運會 但奧運會依舊是正常召開 並圓滿地落幕了 1989年3月9日 針對金賢基的審判終於開始了 3月27日 韓國宣布 金賢基因為製造了858號班機爆炸事件 導致了115人死亡 違反了韓國國家安全法 航空法 飛行器安全法 判處他死刑 雖然被判處了死刑 但刑法的執行日期卻一直沒有定下來 1990年4月12日 韓國總統盧太宇上任之後 他力排眾議行使了總統的特權 直接赦免了金賢基 對外的解釋是 金賢基並非是這次爆炸案的真正罪魁禍首 它只不過是一個無辜的犧牲品罷了 實際上 金賢基被赦免的真正理由是 他是能夠反駁事件是被捏造的唯一證人 讓他活著對韓國更加有利 而且還能一直噁心朝鮮 一年之後金賢基被釋放 我的不好意思出混 獲得了真正的自由 所以走出了老法 但他又能去哪 我的不好意思出混 朝鮮肯定是不認他了 他也只能繼續留在韓國生活 韓國考慮到 可能會有人對金賢基不利 所以就一直派人保護著他 金賢基看起來非常清純 漂亮 而且從外表上來看 完全不像是一個窮凶極惡的歹徒 尤其是他之前在發布會上 氣不成聲的模樣 十分的忍忍戀愛 即使他的導致飛機爆炸 和115人喪生的兇手 但很多韓國人卻選擇了原諒他 甚至在韓國還有不少他的應援團 話說你們真的是想應援嗎 我倒不好意思戳破你們 那麼這個犯下如此大罪 都可以被原諒到美人 究竟是如何走上間諜這條路的呢 金賢基於1962年1月27日出生在朝鮮平壤 父親是一名外交官 母親是一名人民教師 家裡的條件在當時的朝鮮還算不錯 不過一年之後 他的父親因公事被派完了古巴 所以年幼的金賢基 有五年的時間都是在古巴度過的 隨後父親又被調回了平壤 金賢基就跟著父親回國了 上小學的金賢基就已經出落得很漂亮了 還因此被電影制片人看著 連續出演了兩部電影 成為了當時的童星 後來還有心被選為代表 向韓國代表團獻過花 高中畢業之後 金賢基被金日成大學生物系所錄取 這所大學在朝鮮可算是名校了 不過在這個學校 金賢基的學習並不順利 後來在父親的建議下 轉入了平壤外國語大學 而正是這個轉校的決定 徹底改變了金賢基的一身 在平壤外國語大學的第二年 金賢基剛好18歲 由於其長相出眾 因此被朝鮮中央挑選為重點培養對象 向著特工培養 自此之後 金賢基就化成為金玉花 在平壤郊區的一棟大樓內 開始了密訓 在培訓期間 金賢基的身份是嚴格保密的 白天不允許離開建築物 晚上的時候 可以短暫地到房子附近散步 但是必須要戴太陽鏡和口罩 不能讓任何人看到它的樣貌 除了軍事技能的培訓之外 語言方面的培訓 也是特工必須要掌握的技能 韓語是必須要會的 畢竟當時的朝鮮和韓國的關係 擺在那裡 另外日語、英語和中文都要會 當時叫金賢基日語的老師 叫李恩慧 他是日本東京人 也是一個可憐人 其真名叫田口八重子 他高中畢業之後就結婚了 婚後育有一兒一女 算是一個幸福的家庭 但是有一天 他和小孩在海灘上面玩的時候 被北韓的特務給盯上了 然後就將其綁架到了朝鮮 最後衛兵利誘讓他教導金賢基日語 田口八重子幻想了有一天 會活著回到日本 可以看望自己的孩子 所以只能暫時妥協了 四年之後經過層層篩選 金賢基成為了一名合格的特工 他不僅會說日語、韓語、英語以及粵語 還熟練掌握了搏擊、射擊、爆破等軍事技能 此時的金賢基還以當上特工而感到自豪 他並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將會如何 1984年7月 金賢基正式開始執行任務 他的搭檔是一位資深的特工 代號金順一 雖然已經上了年紀了 但是經驗卻非常豐富 當時還被稱為是朝鮮情報部 有史以來最出色的特務之一 這第一次的任務 算是對金賢基的一個考驗 主要是積累一下實戰經驗 所以倒也沒什麼威脅 只是潛入了一些歐洲和亞洲國家收集信息 金賢基和金順一 偽裝成一對日本的婦女 到處觀光旅遊 他們此時使用的是日本的假護罩 金賢基化名為風古真優美 金順一化名為風古真一 在歐洲光臨圈之後 金賢基和金順一 根據上一些要求 要分開行動 金賢基將獨自前往中國 這也是為了考驗 他獨自一個人的處事能力 這次的考驗 金賢基完成得非常好 後來為了熟練掌握粵語 金賢基又在澳門待了半年 1987年 金賢基迎來了他特工生涯中 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任務 也是他最後的一個任務 炸毀大韓航空858號版機 被釋放的金賢基在韓國生活了多年 剛開始他的日子並不好過 有人把他當作殺人兇手 有人甚至會在街上咒罵他 不過好在沒有人動手 對於這些金賢基也只能默默地忍受著 誰叫自己真的是兇手呢 在韓國低調生活期間 金賢基連續寫了好幾本回憶錄 金賢基全告白 現在我想做個女人 我靈魂的眼淚 在這些書裡 他詳細記錄了自己的成長過程 以及炸毀飛機的過程 這些書成為了當年日韓的暢銷書籍 後來根據金賢基的經歷 還改變了一部電影 《碟戰危機》 金賢基還因此收穫了不少的板稅收穫 1997年12月 金賢基在韓國秘密結婚了 結婚對象就是曾經一直保護他的安保人員 婚後有兩個孩子 就這樣 曾經一個朝鮮的美艷間諜 成為了一名家庭主婦 在異國他鄉 過起了低調的生活 婚後很長一段時間 金賢基都沒有公開露面 直到2009年 他在第一次出現在了媒體的淨突前 2009年4月 因日方的要求 日本高層在首爾秘密會晤了金賢基 其中還有被朝鮮綁架的田口八重子的家屬 尤其是田口八重子的兒子 他想知道母親的一切 畢竟在他很小的時候 母親就被綁架到了朝鮮 金賢基表示 田口八重子依舊還活著 2010年7月20日 金賢基再次收到了日本的邀請 這是他事隔多年之後 首次走出韓國來到了日本 在日本進行了為期四天的訪問 並且再次回見了田口八重子的父母及兒子 2013年1月15日 金賢基硬邀參加了韓國MBC電視台 《真優美的生活》 金賢基的自白節目 這期節目的主要目的 是回擊那些懷疑金賢基 並不是導致858號班級失事的兇手 金賢基曾向美國廣播公司表示 我所做的事情就該被判處死刑 之所以能夠逃過一次 我想是因為 我是朝鮮所犯下恐怖罪行的唯一見證人 為事實作證成為了我的命運 我想金賢基認罪前 在漢城看到的車水馬龍 人潮有動 萬家燈火 一片輝煌的景象 給他帶來的不僅僅是震撼 他所看到的這座輝煌城市 本該屬於他親手葬錯生命的那115人的 也屬於他們本該幸福的家庭 或許是他內心僅存的善念在提醒他 自己為了完成任務炸毀飛機 真的是對的嗎 完成了任務 漢城奧運會就辦不成了嗎 就算奧運會辦不成 代價是115條無辜的生命 這還算是正義嗎 最終在懊悔中 金賢基驚醒過來 選擇了認罪 願意為自己的罪行承擔後果 可以有意思的是 除了難免已經自殺的特工金順一 並沒有任何人為這起災難付出代價了 這又是誰知過錯呢 好了 那以上就是大航航空報報告版集的空難事件 如果你喜歡看我的直播 可以點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就能在第一時間收到我的下次更新了 我是唐風 我們下期再見